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去公寮找海鸿呢 好 没问题 包在我身上 娱乐新世界大家好 我就是Biu 谁啊 刚才我阿姨打电话给我 她说今晚要招待客人 要从公寮带海鲜回去给她吃 今天就为了这个阿姨任务 出发到公寮找最好吃最新鲜的海鱼 Go 这里一格一格的那个是什么 这个九公尺 这个九公尺喔 看起来好像人家那小银子有 诶 大家你知道吗 新增啊 赞赞赞 两只脚一双眼 探索海洋新感动 发现娱乐新世界 我说壁虎啊 还好你现在吃在公寮 如果你现在是在玉山 那要去哪里找海鲜啊 公寮区近海 附近有温暖的黑潮交汇 鱼业资源非常丰富 鱼业以延伸钓 放售网一只钓为主 是一个鱼产丰富 海景美丽的好地方喔 退海山 当然也要来鱼港 是要去哪里找呢 刚才我用手机上网搜寻了一下 发现奥迪浴港的温暖 非常非常的多 诶 那边有人 先来去问看看喔 奥迪是台湾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地方 因为这里是日本人巨台登陆之处 同时也是无纱开篮 洋帆起茅的地方 奥迪浴港的海产 大多是来自 鱼产丰富的台湾东北角海域 壁虎啊 赶快去看看 这里有什么特色的渔货吧 不好意思跟你请问一下 您这附近都有这个 鱼鱼行吗 鱼鱼鱼鱼鱼是这里 RusAdamjem 博士据商量重阿 海鮮街喔? 要很多嗎? 好好好 謝謝 謝謝 我現在趕快去 壁虎 買海鮮 你這樣犯規啦 不過奧底漁港附近的海鮮街 可是丁槓五苗蝦 鞋槓五村苗 因為就在濱海公路旁邊 晚上下班開個車 就可以來到這裡吃海鮮 非常的方便 壁虎啊 趕快趁這個機會 做個海味魚箱大調查吧 喔 你做得很豐盛耶 先生你好 我是娛樂星星街的主持人 你今天點了哪些料理啊? 有龍蝦 還有鮑魚 還有龍腸 讚讚讚讚 那為什麼你會想說來這裡用餐呢? 因為這邊的海鮮很新鮮 而且又便宜對不對 那你大概多久會來一次呢? 一個月都會來個兩三次 兩三次 那這位先生請問你是從哪裡來的? 從台北啊 台北就開車過來 對啊 從台北開車到這邊很快 老闆娘 你好 你好 我就是娛樂星星街主持人 比武雅雅 有一個問題要請問一下 對 請問你們這裡這麼多的海產 從哪裡來的啊? 這個就從我們奧迪漁港 就是漢迪漁港抓進來的 奧迪漁港抓進來的 奧迪漁港抓進來的 對 那你們這裡有什麼魚呢? 這裡魚種有很多啊 這個是什麼魚? 像這個是白毛啊 白毛? 對 像這個是黑毛啊 黑毛? 你看看起來不一樣啊 因為這是比較沉水 就是比較深海的九九港 九九港還有分深海跟深海啊 那一種潛水就躲在石頭下 那就是看起來比較清新怪狀 喔 老闆娘 你有在那裡? 你有你研究喔? 有 因為我對魚研究二、三十年了 有有有有 不簡單不簡單 這個老闆娘就是非常的不簡單啊 一般客人來都會點什麼料理啊 一般來我們這邊很有名就是黑毛白毛 白毛的話就可以就是 煮什麼? 就是煮湯啊 煮湯? 對 然後黑毛就用清蒸的啊 喔 九港的話就適合炒啦 蒸啦、煮啦、都可以 老闆娘 你們這裡整排過去都是海鮮店 有什麼人家都會走 因為我們是標榜賣當地的海鮮 所以說這邊的客人會很多都是主顧客 然後因為這邊的交通非常便利 看你要坐火車啦 從冰海公路開車啦 從雪睡啊 過來都蠻近的 喔 老闆娘 你這裡有這個海膽、鮑魚 陰有進有 老闆娘 我有一個大事是要去參加一下 對 你人家那麼好、那麼那麼可愛對不對 對 我們家的阿姨齁齁 就教她吃海鮮的啦 我想跟她買兩條魚 回去給她煮一煮這樣子 我跟你講齁 因為這個我是要賣這邊來這邊吃的客人 所以你想帶回去 對 對 我們在漁港那邊 有新鮮很辣的鯪魚 對 然後你要海膽啦 或是要酒孔 現在我們這邊有在養殖 對 那你可以去那邊看看 拜託啊 兩位兩位 壁虎啊 你就不要再凹了 還是乖乖的靠自己 把棍梁好吃的海鮮帶回去給你阿姨吧 剛才海鮮店的老闆娘說這裡有魚溫 他也問過去 忙忙大海 哪有的魚溫啊 欸 前面有一位大哥 先來去問看看 大哥 我們先幫你請問一下 你們家附近哪有魚溫嗎 那邊就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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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可以麻煩你去看看 沒有 我剛才要去 麻煩一下 麻煩一下 這裡一格一格的那個是什麼 這是九孔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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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特別喔 共療氣候溫和 水質潔淨 孕育出高經濟價值的九孔 鮑魚和海膽 無論是品質和數量 都是台灣數一數二的喔 今天則日不如撞日 和壁虎一探 海中珍寶的真面目吧 黃大哥 你們這個魚溫裡面都養了什麼 這個現在混養 有九孔 九孔 鮑魚 跟海膽 那他們都吃什麼東西呢 因為都一樣是吃龍鬚菜 都吃龍鬚菜喔 你們養了海鮮 海產 都吃樹的喔 你們這裡的水好乾淨喔 那每天都要過濾嗎 不用啦 它是拌天然的 這個是天然海水喔 對 它會長退潮 它會自己換水 好乾淨 這是清澈見底 那大哥 馬分海膽和紫海膽 有什麼不一樣呢 這兩種海膽 它外觀 跟形性都不一樣 那外觀有什麼不一樣 馬分海膽 它刺是短的 刺是短的 而且它顏色有很多種 那它的刺大概有多長呢 那一公分左右 那紫海膽的刺比較長 長大概有多長呢 三至五公分左右 三至五公分左右 這麼長喔 都會當牙籤了耶 紫海膽的特性是 它會挖洞 它會挖洞 它會塗一種唾液 會侵蝕那種刺棚 海膽屬於雞皮動物 具備有雌雄銅體的特徵 是海產店中家喻戶曉的佳肴喔 很多日本人特別喜愛吃新鮮海膽的黃卵 還會用海膽製成魚子醬 取名叫雲丹 真的是非常的特別耶 黃大哥 大哥黑衣人在幹嘛 他在撿馬糞海膽 他就是在撿馬糞海膽喔 嘿大哥大哥 大哥 你今天都採了什麼海膽啊 這個馬糞海膽啊 這個馬糞海膽啊 你這一欄大概有多少顆 這一欄大概有多少顆 這一欄四十顆 四十顆 大哥會辛苦嗎今天 會啦 看起來我也很辛苦耶 這樣喔 你一天要請多少次水 一天喔 不一定的 看餐廳的銷量 你待會這要送去哪裡買 這要送去桃園 送去桃園喔 送去桃園喔 那一顆是沒當 那一顆喔 對 差不多三四十顆 三四十顆 一斤差不多幾顆 一斤喔 那有這麼大顆 一斤就趕我了 那你送多少顆 送水顆 這就是桃園 桃園喔 黑大哥 謝謝啦 辛苦的師傅啦 沒沒沒沒沒 有空這裡來啦 我創這個就給你帶了 那你說的喔 好好期待再送去 好好啦 馬分海膽喜歡棲息在石頭上 還會用水草做偽裝 所以到了收成的時候 漁民們會用潛水的方式下去採集 另外也會在岸邊用網子 做少量的撈補喔 喔 黃大哥 這裡好多 馬分海膽耶 這個 這個 這個撈上來好不好 這個比較漂亮耶 這個 好多顏色喔 欸 撈上來了 啊 這個就是傳說中的 馬分海膽 好圓喔 欸 黃大哥 這個看起來好像 人家洗鍋 那個長路還有喔 很像耶 欸 洗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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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哥 可以讓我試試看怎麼撈嗎 好 可以喔 要開始撈囉 欸 撈到了 撈到了 好好撈喔 一撈就撈上來了 哎呀呀 欸 大哥他會咬人耶 不會啦 他咬我耶 一用力去捏就不會被他吃到 啊 大哥 這個馬分海膽 一撈就撈上來了 那紫海膽 要怎麼收成啊 那就要潛水下去 用工具把它勾出來 啊 大哥 你穿了這一身戰袍 馬上變新男了耶 啊 你拿這支是要做什麼 這個是要勾紫海膽 勾紫海膽 因為它會瘦在洞 需要這樣把它勾出來 喔 這樣子把它勾出來 喔 喔 啊大哥 就是為了我明天的金鐘獎 著想 就要麻煩您下水一趟 欸大哥 小心喔 辛苦了 辛苦了 加油 欸大哥 你有撈到什麼東西嗎 這個就是鮑魚 蛤 大哥你撈到鮑魚喔 喔 鮑魚耶 哇真正的鮑魚 大哥你還有撈到什麼東西嗎 有紫海膽嗎 有紫海膽嗎 因為紫海膽具有挖洞的習性 所以我們在海邊膠岩 常看到千瘡百孔的景觀 就是它的傑作啦 要抓它可是要用潛水的方式 才能把它從洞穴裡面挖出來喔 欸大哥 又拉到什麼了 這個 這個 這個紫海膽喔 好長喔 真的是比牙籤還長 比牙籤還要硬 當那個牙籤太浪費了 欸 可以當暗器 葵花寶典 阿娘喂 這個海膽全身都長滿了硬硬的刺 看起來真的非常恐怖了欸 這種帶刺的美味究竟要怎麼吃啊 喔喔喔大哥 黃色喔 黃色的部分是 我們現在要吃的部分就是 它的剩直線嘛 喔喔喔喔 然後這個是它的嘴巴 這是嘴巴 對 綠色的呢 綠色它是它的內臟 它內臟喔 你看到它現在是綠色的 這表示它是吃綠藻 海膽的營養非常豐富 含有大量的DHA 蛋白質和鈣質 味道甘甜鮮美 被日本人視為高級美味的名貴海產品 具有相當高的經濟價值喔 這送給你 喔喔 黃大哥 謝謝黃大哥 黃大哥 我阿姨齁 什麼都不貪最貪吃啊 這麼不貪啦 那你附近哪裡有還有新鮮的疑惑 在前面那個 毛澳漁村那邊 喔 毛澳漁村那邊有喔 我去找找找看 喔喔 謝謝黃大哥 那祝你的海膽快到長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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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照黃大哥的指示 壁虎現在要往 毛澳社區出發囉 咦 這群小朋友在看什麼呢 好像很有趣耶 壁虎啊 趕快去探聽看看 那老師請問 背後這個是什麼房子啊 這個是毛澳比較特色的一個文化資產石頭屋 石頭屋 石頭屋 對 這個就是石頭屋喔 是 這個是兩層樓的石頭屋 兩層樓喔 好有特色喔 對 對 對 不好是這個有多久的歷史啊 結果有百年以上的歷史 百年以上 是 是 這百年喔 民國一百年萬歲 原來這群小朋友參加的是 毛澳社區的魚香導撈活動啊 參加這個活動 除了可以認識這裡的特色建築 石頭屋 還可以認識 毛澳漁民的信仰中心 立陽宮 參拜具有百年歷史的 魚蘭觀音 有空的話 一定要來參加 毛澳社區推廣的 魚香導覽行程 絕對讓你不虛此行啦 欸 大家你嚇到喔 你嚇到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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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站站站站 人說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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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說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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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所謂天助地助人自助 今天比我呢 就要發揮娛樂特派員的戰績 親自挑戰釣魚去 人說三分天主定 七分苦打拼 成功就是成功的開始 肉 林老師說想要新鮮的魚貨 可以到附近的萊萊姬釣場去試試手氣 雖然萊萊姬釣場是東北角知名的釣場 釣況非常的不錯 可是壁虎喔 我覺得你今天共督的機率很大喔 這位大哥請問你是阿里山大哥嗎 欸 對 對 啊 你好 你好 我是娛樂新世界主持人壁虎 壁虎 壁虎 你好 主持人 你好 啊 你是在做什麼 我在嚇魚的飼料 這裡可以釣到什麼魚 這邊可以釣到黑毛啦 白毛啦 還有豬膏啦 鯛啦 還有很多魚種 這麼多喔 欸 大哥 那我們現在馬上去釣好不好 你穿這樣不行啊 這樣危險啦 為什麼 因為我們下海邊的時候喔 裝備一定要提前 防滑鞋啦 或是那個救生衣啊 都一定要穿 喔 政府的宣告 我們良好市民就一定要聽 喔 大哥 我穿了這個裝備之後 馬上就有感覺了喔 喔 又要穿我穿這樣 比較安全 這樣喔 那這種鞋 這個誰是 這是雞丁 因為我們下去海邊喔 這邊的椒原地帶很滑 喔 這樣喔 所以他穿特製的雞丁誰 喔 大哥 我們要開始去釣嗎 那我們就現在下去釣 這次釣竿給你用 喔 大哥 太長了換短一點 我們到海邊來都拿那個長的釣竿 為什麼 因為這邊呢 比較靠近海岸 我們拿長釣竿比較安全 喔 長釣竿比較安全 就是十八尺 十八尺 十八尺喔 有有有有 我才六尺而已耶 你拿十八尺就給我 對對對 要拿這個長的比較安全 喔 這樣 那大哥我們開始出發了嗎 那我們就現在下去開始 下去釣啦 喔 走走走 還有你的釣鵝盒 釣鵝盒 對 對 準備要體驗雞釣了 因為雞釣的釣場 都是在海岸岩礁地區 所以要特別注意安全喔 好 大哥 我們現在是要先勾那個魚餌 對 先勾鵝 現在我們急車先抓起來 從後面尾巴 先倒慢慢把它推進去 讓它的腳朝外面 它腳朝外面的話 它在海裡面 它的腳就好像那個蟲一樣 就會擺動 在宇宙看到那個東西 擺動的地方 它好像蟲活的 它就跑過來吃 啊 浮標這麼長 有什麼作用啊 因為這個長浮標齁 就適合這邊的釣點 因為這邊雞岩的時候 就比較平坦 所以說你長浮標 看的會比較清楚 靈感度又特別佳 那大哥要怎麼拋 我跟你講齁 先把這個剪線器的蓋子 就把它打開 打開 你手就按在這邊 按在這邊 你就看著我就這樣做 拋一下 就很年了 好 今天拋一下就很年了 好 拋了 拋了喔 好 對 一水就會了吧 我們剛剛把這個蓋子蓋起來 再蓋起來 對 現在是 我們現在開始打幼兒 打幼兒打在這個潮水的地方 大哥你釣過最大的魚 有多大 我們釣基調啦 講求公斤大小 我們釣基調就是 有釣到就很高興啦 出來釣魚就是一種 輸贈壓力的方式 釣魚真的是一項不錯的休閒活動耶 可是觀眾朋友在種魚的時候 記得體型太小的魚 要放回去喔 這樣子才可以維持海洋資源的永續發展 快點 快點 大家你嚇到喔 快點 拿蝦子 你嚇到 你嚇到 怎麼拉啊 從頭我把它弄到旁邊來 你再從頭壓下去 從頭喔 對從頭 隨便 這是不錯耶 從頭 從頭 好困難 有了有了 好棒喔 小黑毛啦 是叫小黑毛啦 小黑毛喔 大哥 你太棒了 我們今天運氣是比較好一點喔 大哥你好厲害喔 都被你釣到了 我今天都釣石頭 你今天釣石河 你叫卡丁 對啊 那這條你就帶回去了啦 真的喔 對對對 你就帶回去煮了啦 大哥要送給我耶 對對對 你阿姨貌氣啊 現在有海鮮給我吃喔 今天釣得不夠爽快喔 只釣一條魚 對阿我阿姨都不夠吃 晚上我再釣你去釣龍蝦 蛤 釣龍蝦喔 真的假的 真的 晚上我們去釣個龍蝦 大哥我從小到大 你也釣過龍蝦耶 對 那晚上就帶你去體驗了 喔好 體驗釣龍蝦 阿姨大哥 我們又開始釣龍蝦了 阿為什麼釣龍蝦一定要在晚上 因為龍蝦喔 都是夜行性動物 夜行性動物 對 它晚間的時候才會跑出來密食 阿大哥 阿為什麼它上面有 一二三四五七八個釣龍蝦耶 我們釣龍蝦的方法是釣正吃的 正吃 其實正吃的吼 釣瓦是 最底下這一鍋 它在嘴巴裡面 齁 其他等它吃上耳的話 是 其他的鍋子 會過到它的腳 或是過它的 它的頸 喔 防止它保釣 阿那它都吃什麼 它都吃我們的小羹阿 小羹阿 小卷 小卷把它切絲 小小片 對小小一片 剛好鍋子的長度 釣龍蝦 必須看這個夜光棒為止 好像是 海天釣魚的那個浮釣一樣 喔喔喔喔 你就看這夜光棒在動作 有了喔 哪裡哪裡 這邊這邊你看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啦 來 來來來來來來 來來來 這邊 欸 喔喔喔 好大隻喔 你看看 喔喔喔喔喔 有喔喔 有喔喔 好大隻的一隻龍蝦喔 這個要怎麼把它 把它的鉤子打出來呢 欸 我們到這個時候 就用它的尖嘴錢 看到鍋子啦喔 欸 這就是正吃滑 正吃吧 嘴巴這邊 欸 這邊還有一隻把它勾住欸 喔喔喔喔喔 沒有喔 大哥你真的是龍蝦的 你太厲害了啦 這邊還有一隻把它勾住 它的區域阿 我們所謂的水果泥蝦 水果泥蝦 水果泥蝦的品種是 最好吃的龍蝦 喔喔喔 最好吃的喔 最甜美 哎呀我就是修量不夠 所以這個水果泥蝦才不著我 但是我會再接再厲 阿大哥這個水果泥蝦 我就 這次就你帶回去啦 我帶回去喔 真的喔 帶回去給我阿姨喔 親征喔 讚讚讚 今天呢 你可以來貢寮和我一樣 來一場快活的 Happy 魚香之旅喔 來到北海岸的貢寮 一日遊的行程 該怎麼走呢 就讓娛樂新世界帶你好好玩一招 早上可以先到毛澳漁村 參加漁村生態導覽之旅 認識百年石頭屋 或是馬甘海石平台 觀察多樣的生態物種 中午可以到奧底漁港的海鮮街 享用貢寮當地生蒙海鮮 補充滿滿的元氣 若是喜愛釣魚的民眾 可以到貢寮來來雞釣場 感受雞釣羊乾 與大魚拔河的樂趣 為這趟貢寮之旅畫下精采的據點 藍色公路啊 總共有幾條支線啊 三條比較簡單的 大概在一個小時食車裡面的 它上面的布拉魚啊 一隻一隻亮亮的 好像一顆小鑽石喔 看你吃的滿口都是油 我想應該也很好吃 三板 想要不要叫做三板啊 店長 這是魚眼睛嗎 這是全的眼睛 店長 你所看到的呢 這個直播啊 在這明末金銀收了之後 店長 你所留下來的 我看他的腳了 啊 哈哈哈